收集不收架 生意做不大 大家好 我是小五 今天呢 有位山东的粉丝预算是在刚好在三千出头 然后想入手一台iPhone15 那究竟是还能拿一个什么样橙色的这个二手的iPhone15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呃 这台的话就是这位山东的粉丝在我们这边入手的一台iPhone15 128g 美版卡叠机 然后我们大概过来这台二手的一个外观橙色 呃 首先这个后盖码都是滴水成猪的 原装机器 然后机器也是没有开孔的 然后我们看看一个机器的外观橙色 可以看到他这边有磕碰 那这个就是一个标准亮机的一个机器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iPhone15128g 充电46次 电池效率还是有100 他的一个整体外观橙色还是比较不错的 然后屏幕的话也他也是没有瑕疵 虽然说是一个亮机标准 但是橙色确实会比亮机标准要好 有些亮机的话他 他屏幕也是会有一点磕碰 这台没有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通用关于本机 iPhone15128g 有锁 有锁卡的一锁 他这边就提示一个这么卡一锁 然后 电池 电池100充电46次 机器也有原彩 机器的所有功能我们已经给他测好了 像我们拿美版的机器 我们更愿意拿这种没有开好孔的机器 为什么 因为这样子 我们就能自己拆出来看 它这个机器到底 屏有没有换过 主板也没有修过 如果说你拿半口看奥孔的机器的话 它相对来说风险会比较高一点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二手的15跟新机的15 它有多少差价 这台的话 我们是 这台二手的 我们是2950拿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一个 新机的iPhone数的 今天的市场行情 蓝色的话是在31张 然后黑粉 这些也是在31张 但是这台二手的29张 整体的话 15系列 新机二手只有200折的差价 如果说你的预算相对来说比较足够的话 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新机吧 因为这两款机器的话 基本是新机二手差价不太大 好了 我是小五 如果说你们有需要在市场把你们带彩机器的 或者说你们有想了解更多美版系列行情报价的 都可以直接滴滴我 拜拜